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一起来做香饼或者是马蹄酥 很香 采用了麦芽糖浆来制作内馅 外皮呢 酥脆的千层酥皮 掰开来热的时候 内部还是流性的 我们来准备红葱 先把它们剁碎 先切片 之后呢 把它们这样子切碎 有平均的大小最好 现在准备一个防粘锅 用小火加热 倒入一些食用油 然后呢 测试一下 葱碎有小气泡 不会太热的时候 就加入红葱 不停的翻炒 记得要用小火 翻炒直到 它们开始有焦黄色了 再翻炒多一下子 就可以立刻离火 好了之后 立刻过筛 把油和红葱分开 然后在一个小碗当中 加入温水 加入麦芽糖 放置了一下之后呢 用汤匙来拌匀 直到完全融化 之后让我们放凉一下 我终于买到了 在一个大碗当中呢 加入普通中筋面粉 细砂糖 还有盐 用蛋抽把它们混合均匀 好了之后 加入刚才的麦芽糖水 我就是说 我终于买到了Kitchen It 今天采用了这个 Hook Attachment 就是面粉勾的配件 用二档来开始混合 因为这个面团呢 比较小分一些 而且是属于偏干的面团 不时要刮一刮盆壁还有底部 这样子可以混合更加均匀一些 好了之后 这样子的程度就可以加入无盐牛油 室温软化的 还有刚才的一些葱油 继继续用低速来混合 混合到这种状态了之后 就可以慢慢的再加入一些菜油 或者是食用油 好了之后 开二到三档来揉成面团 大约要揉一个二十分钟左右 好了之后呢 拿面团来看 现在的面团呢 向中间折几下 翻过来看 它应该是一个顺滑的面团了 那么我们来做玻璃窗测试一下 你应该可以这样子轻轻的拉扯 可以拉出一个薄膜 差不多看穿有吗 还有当你扯破之后呢 会有一个圆切割的 这样子的状况就可以了 就是代表揉的到位 这个食谱一定要揉面到位 软硬适中是属于比较干的面团 看到吗 所以呢揉了那么久之后呢 我们要让它们松弛一下 盖好让它们休息 低到两个小时左右 之后在另外一个碗当中 加入普通中筋面粉 还有一些菜油或者是食用油 用刮刀来混合均匀 这个是我们的油皮 混合到这种程度了 之后呢可以用这样子 用这个推压的方式 把它们推压成团 不需要揉面 就把它们混合的均匀一些 让每一个面粉都裹到油 之后推成团 有一个干净的碗 这样子就混合好了 油心是没有筋性的 一样盖好 休息面团 接下来我们来做馅料 在一个大碗当中加入热水 之后在另外一个小碗当中加入葱油 旋转一下 让整个碗呢都抹油 这样子可以防粘 葱油很香 之后再加入麦芽糖 麦芽糖呢非常的黏哦 水里要放油 非常漂亮的麦芽糖 之后呢把它的碗呢浸在热水当中 这样子哈曼芽糖软化 几分钟过后呢开始搅拌 比较容易混合 混合好之后加入低筋面粉 中糖 刚才所炸的油葱 还有芝麻 一些盐来调和一下 之后呢用刮刀慢慢的翻拌 要完全的拌匀 是比较浓稠的哈 你看 刚翻拌好呢 是属于比较粘手的 比较粘稠的 拌好之后取出热水 放凉后呢它就没有那么粘手了 那么现在我们的水皮已经休息好了 取出水皮 之后把它们滚成长条 比较容易分成小剂子 我们要平分成20份 记得先分成20份哦 虽然这个是一个10克的食谱 可是先把它们分成20份 因为每个面团呢需要包两次 一个面团大概26克左右 那么非常简单的 把它们捏一捏向中间 收这些没有那么平的口 之后滚圆 有一边是顺滑的表面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防干 之后呢把油皮取出 滚成长条 一样的把它们分成20等份 先切成4份 之后每一份再切成5份 那么你可以看到 油皮或是油心是没精性的 一个油皮是12克左右 一样的 把它们捏一捏 之后滚成圆球就可以了 一个顺滑的表面 一样的记得盖好保鲜膜防干 好了之后呢按着顺序 取第一颗水皮 还有油皮出来 那么收口朝上 我们先来按扁水皮 之后把油皮放在中间 之后用食指还有虎口 包油皮在中间 这样子慢慢推向上 好了之后呢 要收口紧实一点 滚圆 这样子就好了 做好每一颗之后 盖好保鲜膜 再按顺序 取第一颗出来 那么记得收口 要朝上 之后呢 拍一拍 扁一些 之后 慢慢的用擀面杖 擀成舌状 从中间擀出去 之后来做第一卷 轻轻的卷起 不要多过两圈 这样子就好了 之后呢 转90度 收口也朝上 揉长一些 之后我们一样的 要把它们再擀成舌状 轻轻的擀 之后再做第二卷 也是轻轻的卷起 就可以了 不要超过三圈 因为很小颗 太多圈的话 容易导致层次不明的 那么盖好保鲜膜防干 休息15到20分钟 在一个小碗当中 加入面粉还有水 那么面粉水可以帮助 粘合收口 一定要做这个 之后按顺序 起第一颗面团 收口要朝上 之后 按扁 稍微收圆一些 好了之后 记得抹少许的面粉 这样子可以防止破皮 之后用擀面杖 从中间擀出去 好像擀包子皮这样 擀中间厚 周围薄的 稍微擀大一点点 之后馅料放凉之后 就没有那么粘手了 汤匙记得抹油 这样子可以防粘啊 大概少数一颗 一汤匙的分量 大概36克一颗 你要放少一些 也是可以的 把馅料放在中间 之后一样 我们来包第一层的面皮 一样的用虎口 收口 一边旋转 一边收口 直到差不多要收完口的时候 记得抹上面粉水来收口 要记得记得 因为面粉水呢 可以帮助 锁住这个收口 那么这样子还没有完成的 一颗需要包两层的面皮 所以包好第一颗之后 再取出第二颗面团 收口朝上 一样按扁收圆 抹一些面粉来防止破皮 之后再从中间擀出去 那么这次我们要擀得薄一些 大一些 所以看到有破皮的地方 稍微抹一抹粉 它就不会破皮了 要稍微擀大一些 第二颗面团 之后呢 抹面粉水 在第一颗的收口处 把它放在中间 先朝下 收口 记得要朝下 之后放第二层的面皮 来包第二层的面皮 可以先这样子反过来包 一样用你的虎口 还有食指 帮助 边旋转 边收口 所以第二层要 擀得大一点 记得差不多要收完口时 抹上面粉水 来收口 抹水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面皮沾到水就会破皮 所以我破皮的地方就抹粉 它就会好了 这样子就是我们的第一颗 那么有几个状况 用手揉面不到位呢 面皮包时打开 烤的时候会漏馅 那么第二个方式 我揉面到位了 但是只包了一层 又没有用面粉水来收口 烤了之后呢 它还是会漏馅的 所以记得要用面粉水 而且要包两层 记得垫上硅胶电脑来防粘 之后来准备一些热水 还有麦芽糖 搅到它们完全融化 那么用软毛刷 我们来涂上一些麦芽糖水 先刷第一层 之后 撒上白芝麻 继续重复 再每一颗 喜欢白芝麻的 可以撒多一些 好了之后呢 全部做好 再刷上第二层 来帮助上色 这个食谱可以做 10颗的马蹄酥 送进190摄氏的 预热烤箱 烤40到45分钟 上下火不开旋风 再中春烤 烤的时候 它会膨胀起来 所以就烤好了 那么揉面到位 只包一层 用了面粉水收口 烤后呢 还是会漏馅的 只是漏得少一些 所以拿的时候要小心 放温再吃 因为糖浆热的时候 是很烫手的 听到吗 很脆 下面也没有漏馅 所以我们的马蹄酥 或者是香饼 终于终于做好了 非常的香 整个家 因为有那个油葱的味道 切开来 用这样子 锯齿性的方式来切 准备好来看了吗 哇 看到吗 它温温的时候呢 中间还会露 露出这样子 流心的这个 麦芽糖馅 真的是很可口 趁温的时候吃是最好吃的 现在要品尝一口了 看到馅料真的是 听到吗 它的外皮 这个千层酥皮 是非常的酥脆的 好像刚烤好的时候 再加上这个中间的馅料 很香 很好吃 现在 听到吗 很脆 非常的酥脆 而且中间呢 还是属于流心的状态 给我这个甜度是刚好的 那么 如果你们要更少甜的话 可以加多一些面粉 你看 它露下来 滴下来的感觉 真的是 最咸三尺 喜欢香饼的朋友们呢 希望你们尝试这个食谱 那么 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